網軍的始作俑者 網軍之父 是柯文哲 就是白色力量的柯文哲 自稱白色力量的柯文哲 我八年來 無時無刻 跟柯文哲的網軍 在交戰 我支持 所有的人 對網軍宣戰 不只是 只有支持徐曉星議員 那因為徐曉雲 既然是我議會的同事 當然由他發難 我覺得我不分政黨 我們都應該是目標方向一致 那因為現在我們的各政黨 不論是藍 白 綠 其實都有或多或少 都有側翼網軍 那麼有很多是志願的 當然很多可能背後有一些利益的糾葛 那不管它是利益糾葛或者是志願的 我覺得只要是網軍就是不對 因為長年以來這些網軍 部分是藍的 白的 綠的 他們躲在鍵盤的後面 極盡惡劣 卑鄙 知能事 用的攻擊霸凌的話語 又都是極盡污衊 沒人性的一些漫罵入罵的這些話語 本來網路是我們近代 我們全人類共同的福祉 大家能夠有這麼好的一個原地 那可以各疏己見 民主社會 大家各疏己見 集思廣益 那麼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管道 雲地 它曾幾何時被有心人 他們豢養了這一群惡劣的網軍 所以我一再地呼籲 其實不只政黨有 很多政治領袖他個人私自 也擁有一些網軍 他們豢養網軍一方面保護他們自己 需要免受其他人的霸凌 那同時也幫他們自己擦淹脂抹粉 甚至進一步去攻擊 去霸凌 批評他們的 監督他們的人 所以我覺得那樣都非常的不好 許曉欣去提告 讓這個事情反而能夠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其實對我們綠營是正面的 因為我們綠營在這一次的事件當中是無辜的 我覺得既然許曉欣提出了 說有哪一些事實經過怎麼樣 那你既然敢提出 那你就要去提告 所以他去提告 所以我不在乎我們綠營的支持者怎麼看 因為他們的綠營支持者跟我的看法一定是一致的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綠營的支持者 真正綠營的支持者 會跟我的看法一致 我們認為應該要讓網軍的攻擊霸凌到此為止 那如果許曉欣的提告沒有任何的結論的話 反而是還給我們綠營一個公道一個清白 更何況我再一次講 其實藍 白 綠 每個陣營都有或多或少的網軍 所以我相信他們主視者 心知肚明 那我認為 我認為即便 我綠營 如果綠營有綠營的網軍 我也反對 我更反對 白營 藍營 他們用那麼多的網軍 網軍的始作勇者 網軍之父 是柯文哲 就是白色力量的柯文哲 自稱白色力量的柯文哲 我這麼多年來 我八年來 無時無刻 不是跟柯文哲的網軍在交戰 我一向八年來 他們如何的霸凌我 修理我 這非常清楚的 我為了被 為了不願意看到 這些霸凌羞辱 我不用智慧型手機 我想眼不見為鏡嘛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認為不是 單一個陣營有網軍而已 每個陣營都有 每個陣營都應該收斂到此為止 那藉由徐小新的提告 如果能揪出這些不肖的網軍 反而還給我們綠營一個清白 還陳時中團隊一個清白 他們不要動不動 把網軍這個標籤貼到我們綠營 貼到陳時中的競選團隊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支持他提告 我支持任何向網軍宣戰的人 我都支持他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 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